无论你现在几岁,你一定有过这样的经历 一件正在发生的事情,明明觉得自己经历过 但是仔细回想起来,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一件自己非常确定的事,在共同经历者的口中 结果却总是截然相反 别急着否定,看到最后啊,一定让你毛骨悚然 《爱我中华》这首歌,绝大部分人都认为啊 歌词是56个民族,56枝花 然而原唱居然是56个星座,56枝花 七七毛小叮当的当子到底有没有口字旁 如果有口当才是正确的,为什么现在这个字却打不出来 如果是无口当,为什么很多人的记忆中 它是戴口字旁的当呢 在很多人的记忆中,米老鼠是穿着背带裤且没有尾巴的 但真正的米老鼠穿的却是一条短裤 它的尾巴也是非常的明显 难道真的有一双无形的大手 悄悄地替换了所有的证据,篡改了我们的记忆 2013年,一位名叫菲安娜的超自然现象研究者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在他的记忆中,曼德拉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在监狱中逝世了 他还清楚地记得自己看过当年播报葬礼的新闻内容 以及曼德拉妻子催人立下的演讲 但实际上,曼德拉并没有离世 服刑26年,从监狱出来后,他还当上了南非的总统 直到2013年,95岁高龄的曼德拉才真正地于世长辞 对此,菲安娜非常相信自己的记忆 她确信曼德拉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逝世的 这种错误记忆的出现一定是有某种神秘力量在篡改人类的记忆 于是,菲安娜就将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发布到了网络上 果不其然,这一事件迅速引发了上千万网友的热议 世界各地的很多人都纷纷发言 表示自己清楚地记得曼德拉就是在上个世纪去世的 不仅如此,还有很多人说看过上映的曼德拉电影 然而那个时期,无论是哪个国家都从未拍摄过他们描述的这部电影 更不用说上映了 曼德拉明明是2013年去世,却被千万网友认定 她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死亡 这种全球性成千上万人都对同一件事持有错误记忆的情况 让超自然现象研究者菲安娜认为 多人记忆同时出现错乱的情况绝非巧合 此后,各种相似的事件开始在全球各地不断上演 到了2015年和2018年更是出现了爆发期 更可怕的是,我国也出现了大批量的认同者 人的记忆真的能被篡改吗? 一些正在发生的事情,你是不是总感觉似曾相识? 看到最后,你一定会毛骨悚然 仔细看这张照片,你印象中的蒙娜丽莎是如何微笑的? 是左边还是右边? 仔细看是不是觉得右边的微笑有些奇怪? 但真实的画像就是右边 法国著名雕像陈思者,究竟是用拳头顶着额头 还是用手脱着下巴? 正确的暗示,用手脱下巴 可是,各地游客在陈思者面前拍下的照片 居然都是用拳头顶着额头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故意模仿同一个错误的姿势? 甚至,就在站在正版雕像面前,依旧用了错误的姿势 难道他们看不出自己的姿势跟雕像不同吗? 还有皮卡丘的尾部,到底有没有黑色条纹? 86版西欧记中真的没有下游锅比试的片段吗? 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 究竟是记忆欺骗了我们 还是真正的历史被人为的篡改过呢? 背后的真相令人细思极恐 对于曼德拉效应的出现 各国的科学家都在尝试从不同的领域对其进行解释 我们一起来看看最主流的几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地球进入了重启模式 导致我们的记忆出现了混乱与偏差 自从2012年之后 世界各地的曼德拉效应开始频繁出现 2012年是一个新的轮回 原本世界的人类已经消亡 我们又到了一个没有世界末日的宇宙 继续2012年之后的生活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在的宇宙 跟另外一个平行空间中的宇宙发生了碰撞 导致我们的记忆发生了混乱 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人 巧合地拥有了对曼德拉逝世和葬礼的记忆 这个记忆很可能来自平行宇宙的另一个曼德拉 因为在平行宇宙中还有无数个一模一样的地球 地球上也有跟我们一模一样的人 只不过另一个地球上的人 他们的地位和贫富差距跟我们截然相反 让千万人记忆错乱 篡改记忆的曼德拉效应真的存在 背后真相令人细思极恐 曼德拉明明是2013年去世 为何被千万网友认定 他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死亡 有人说这是穿越时空 未来人借助时光机回到了80年代 对曼德拉进行了营救 也是因此 我们受到了历史改变而引发的蝴蝶效应 导致我们出现了两层记忆 一个是曼德拉获救后的新记忆 另一个则是曼德拉没有获救 死于狱中的旧记忆 两层记忆叠加 导致我们出现了记忆混乱的情况 但是心理学家认为 曼德拉效应并不存在 我们的记忆也只是在欺骗我们 这种情况的出现 只不过是人类在思考的时候 产生了偶然的偏差 根据心理活动 是否有目的性和意志性 我们的记忆也被分为 有意记忆和无意记忆两种 通俗来说 有意记忆就是我们主观 要牢记的内容 就比如学习时要背的单词 工作中要记的数据 无意记忆 则是不需要我们刻意记忆 没有任何目的和要求的记忆 它可能是由人类的嗅觉 清觉 视觉 触觉 在潜意识中形成的一种记忆 两种记忆重叠在一起时 就很容易基于错误的信息 形成有误解的偏差记忆 就像爱我中华的歌词 真的是五十六个星座 五十六只花 但五十六个民族 五十六朵花 也是真实存在的 因为歌词跟旋律非常相似 在回忆爱我中华时 大部分人都会下意识地认为 歌词是五十六个民族 五十六只花 这就是记忆 对我们的欺骗 直到现在 依旧没有足够的科学研究 能证明曼德拉效应 是否真的存在 多数人认为 记忆出现偏差 是因为某些事情 因为发生的时间比较久远 导致我们的记忆出现偏差 与真正的事实产生混淆 将错的认为是对的 那么屏幕前的你 有没有经历过曼德拉效应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